來 黃魂 再跟你PK一次 我們玩的是尊嚴 我不能輸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伺服器吧 你們以前有玩過 TNR或是玩過PC版的嗎 應該都有吧 有玩TN的人應該都是有玩過以前PC版的 好啦 來 官網進來就長這樣子 你們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新伺服器 他會隨時公告他有哪些活動內容 有什麼福利 來 我們看一下吧 現在這個新伺服器 天堂R夢幻之島 全新特化伺服器 那這個伺服器的特點是什麼呢 這個伺服器的特點是 他有很多開服的新有東西 然後他有專屬的販售 專屬的商成品 以及他的經驗值跟吊寶率都不一樣 再來是 他有專屬地圖 專屬活動 你點這個精彩活動想先看 他就點這些東西 更多活動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內容 會在這邊出現 你們可以到時候裡面一個一個看 什麼特化內容重點啊 點名活動啊 我會回歸啊 劇院同樂會什麼 說排名怎麼辦 這邊也有 想練功的 最高4500buff 所以一定要入盟 然後這個 工程戰的獎勵 這邊裡面都有 你們可以自己去參考一下 下面這個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話 可以看這邊 一個帥哥的影片 帥哥 關鍵這個人特別帥 我不知道是誰 可是我要跟你們講 今天有人在問啊 可不可以用手機玩 不行 這是PC版 然後我試過了 我只能跟你說 你只要跟著那個導覽的任務解一解 我在伊娃伺服器 練個角色 從一級 練到 79級 我只花了三個小時 我真的覺得這個標等 是有感覺的 那這個伺服器 經驗值又加成 不知道能夠標 看起來嗎 來 各位 夢幻之道伺服器 現在入場 進了 我們創了新角 我先講一下 這個帳號是 官方的設置帳號 到時候會回收的 我自己的帳號會在 這個直播之後 來練 我這個人 很色 所以我玩女角 女生角色 黃金槍棋 然後 王族 看到嗎 然後 騎士 女妖 女幻 女龍鬥 有女龍騎士喔 然後再來是黑妖 然後女法 然後女戰士 女戰士有點仰眼 女劍士 現在 最強的角色 最 泛用的角色 應該還是劍士 劍士起手蠻強的 就打架角 然後妖精很強 頂妖很強 因為 天R裡面的妖精 經濟學起來之後 他可以位移 好啦 起手當然是用這個 人自行 開始玩 打得比較痛比較痛 哎呦 看有蠻多人的 然後前一開始 你就不用管他 照任務解 要告訴你怎麼走 我們快速解一下 秒升六十 以前的幻度是什麼 騎骨獸打一格 咚咚咚 記得嗎 這個版本的幻度是變遠程 所以練功更快 不用追怪打 一樣是維持100%的攻擊命中率 所以很簡單 你可以按AW 自動練功 然後他的這個遊戲啊 其實你們不用想說他機體很多幹嘛的 沒有 他的跪就跪在商城飾品 遊戲本身 不用抽卡 你的變身什麼的 都是靠等級 等級到就可以變 來吧 開衝 這個啊 他是他遊戲的 PSS就是這個遊戲的內掛 你可以設定技能 你也可以把技能拉進去 新增技能 然後新增你要吃的料理 新增你可以設定喝水% 全部都可以設定 戰鬥技能 然後什麼怪優先 然後記得有個東西要先關掉 就是 這個就是 如果你周圍的怪物 很多的話 他會自己讓你 瞬移捲飛掉 我是不建議用這個啦 因為我喜歡被怪包 我想被包的感覺 補存 移動 38級了 各位 9點13分 我短短經過了13分鐘 38級了 人很多耶 你看 你前期玩個近戰 你怎麼跟這些妖精比 一堆射手在那邊射來射去 因為有充等排行榜 你們一定要充啊 那我們現在立刻 投資付一下 直接切換 60級角色 來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全新的活動 NPC的位置在 齊菸光廠正上方 他這邊叫做 蒙甲夜市 就是萬華 這邊你可以用這個 金幣去購買入賞券 比如說我要買這個 狩獵 捲軸入賞券 我買一張 然後妙宮 這邊 這裡面 可以打到東西 可以製作 永久的 傳說級武器 還有龍級武器 騎士泛德等級的武器 加九泛德 跟加九龍武的升級活動 你也可以點右邊這個 蒙甲夜市活動 直接進到 蒙甲地圖 那這邊 有區分為 一般地圖跟 高級地圖 特別在裡面的掉落率 高級地圖的怪物比較強 掉落率比較高 一般地圖的怪物比較弱 掉落率也比較低 那裡面是有機會掉很多高級物資 然後這邊還有個隱藏的狩獵場 我可以進場了吧 我可以進場了吧 我快速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主要就是我剛剛講的 怪物很有特色 然後會掉落許多的 你在前期啊 甚至中期都會用到的基本物資 還有直接掉落 武器的成品 高階武器 隱藏的魔族武器 龍擊武器 以及騎士範圖等級的武器 那這些武器 掉落完之後 你就直接開局 贏在起跑點 那裡面 最重要的關鍵物資 是密武碎片 你擠滿 足夠的量 就可以去門口的NPC 製作 跟他拼一下 製作永久型的武器 然後這些裝備的話 拿到之後就不會刪除 就是你的 這個活動地圖 算是這個伺服器的 重點特色之一 因為 一般的伺服器開局 這些東西都是不好取得 甚至拿不到 所以說這地圖 我跟你講 一天一小時 是必掛 一定要掛滿 那我們現在立刻 騎士 是75等的變身時期 現在幾分 現在幾分 9點開服 10點02分 你們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一個小時 他媽有人75等了 這應該全服第一名了吧 目前最快的吧 因為有充等排行榜 你們一定要充 夢幻島伺服器 你會出現一些特別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 他的 大多數的基礎技能 都可以在商店買 他使用的硬幣是 新手幣 騎士團硬幣 他的新手等級在 1到79級都算新手區 你都可以使用這些買 然後再來看一下 補給商人 這個伺服器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這些東西啊 你在一般服 是要到騎人商城買的 可是你在這伺服器 他直接用天幣可以購買 商城物品 你只要有天幣 你就可以搞 好 還沒有結束 我回縮島給你們看一下 多化之島村莊 來這邊 有個艾班斯 點開他 這個伺服器有個特色 就是他開局 就直接 可以用 騎士團硬幣 購買 加9的 紅騎士武器 然後你會說 那如果我的貨幣不足怎麼辦 我想要貨幣怎麼辦 騎士團這邊 還可以交換你的硬幣 你可以把兩種幣兌換 比值是1比10 一個天幣可以換10個 騎士團硬幣 所以算是蠻好換的 企業商城前期買什麼 商城有兩個東西可以買 夢幻之島 啟動組合包 以及夢幻之島 飾品組合包 啟動包就是會有給你這些裝備 全身裝備 飾品包就給你下面這些飾品 什麼龍 蜂龍這些 你只要有這些東西的話 我講白一點 雖然他不是什麼 頂級的神裝 但是在開局 有這些東西 絕對 讓你 輕鬆 好幾倍 這一套一下去 直接防禦負80 以上 好啦 這個伺服器特化的一些活動 像這個氣球 你直接點右邊 這邊有一個 世界娃娃競賽 只要使用100金幣 就可以飛進去 裡面 就可以玩娃娃競賽 這個就類似以前我們 最喜歡的那個 賽狗場 娃娃競賽 它是復刻活動回歸 如果想玩這個娃娃競賽 看能不能一夜致富的話 要自己把握機會 那你要怎麼玩呢 你按右邊有個發光的應援喇叭 來 荒魂 一人挑一個 來啊 好你挑一隻我挑一隻啊 我看一下 我押木乃伊 艾亞斯科巴女王 他直播結束了 不行 我先不能關 因為我們玩的是尊嚴 我們現在玩的不是天堂R 玩的是尊嚴 我不能輸 好看好囉 注意你們的押注喔 那個我是8號 荒魂你17號 準備好 好 那我們剛剛繼續講嘛 軍演同樂會的時間是 10月13號到11月1號 他的活動有兩個 一個是抓小偷 每週一跟每週五晚上 8點到10點會隨機開放 GN本身在線上放置 金幣100萬 這就是 第一個活動 第二個是BOSS巡禮 每週二四 晚上8點到10點 一樣在隨機的村莊 也是由GN會播大家說 即將出現BOSS大會戰 就是GN同荒會 這兩個東西其實算是復刻活動之一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充成榜 充成榜時間是10月12號到11月16號 充成榜的排名 前三名的玩家會獲得 專屬獎勵 第一名最大獎 加零的神話級武器一把 然後職業的話是依照你的職業去 給予的 那這把武器是可交易的 你可以交易給別人 第二名獲得 加二傳說級武器一把 第三名的玩家會給你加零的傳說級武器 你們如果有玩T&R的玩家應該知道 神話級武器一把 在救服的市場行情 都是近百萬 因為製作條件比較不易 那今天的開服 你只要願意充等的人 你可以直接 花一個月的時間 看他們拚個東西 他充等就是10月10號 就開服到11月16號為止 充看看 然後接下 開跑了嗎 開跑了嗎 開跑了 開跑了 等一下 開跑了 等一下我第幾名 我第幾名 我是什麼 木乃伊8號 靠北 啊 死克巴女王 停下來了 不要動 你不要動 你就這樣子 你不要動 死克巴女王 不要 等一下不可能啊 小強你怎麼了小強 我去看看 小強你沒事吧 我來找你啊 地圖用跳的 你太嗨了吧 小強你在幹嘛 你跑快一點啊 啊 好啦 聽了這麼多豐富有趣的活動內容 你還不心動嗎 快來跟我大丁丁一起加入 天堂R全新特化伺服器夢幻之島 享受充裝打寶的樂趣吧 我在這裡等你 記得點贊訂閱 加入天堂R 我們下次直播再見 拜拜 See you tomorrow 拜拜